好,小朋友,我们来看YCT一级考试的单字 YCT一级考试呢,它从儿,儿子的儿开始 到很多的多这边结束,总共有99个字 那么从呢,学校开始一直到中国人 这边结束总共有31个词 所以呢,各位同学只要把这99个字跟31个词记起来 那么你的YCT考试绝对不会有问题 那暑假很长,所以呢,我们就要练习 那怎么样使用这个呢?来,老师来告诉你 第一个,你就按儿子的儿,就给他按一下 那就会出现一个新的网页 这边就有儿子、儿女跟儿童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念这个儿呢,就可以来看这边 这边的第一个,按下去的时候 第一个这边有个读 按一下,就会出现一个一、二、三、四 有四个框框的这个东西 所以呢,你只要按第一个读的这个呢,按下去 他电脑就会说给你听 来,黄老师按给你看 电脑就会说儿 那么第二个呢,你按下去的时候呢 他就会出现一张图 那黄老师按图给你看 第二个,按图 第二个,按图就会出现一个爸爸 那听呢,就在前面这个喇叭这个地方 按一下,电脑就会说给你听 来,黄老师按哦 他的儿子对他很孝顺 好,来,接下来呢 这是第一个,说给你听 第二个是图 第三个是例句 第四个是繁体 在台湾,黄老师住台湾的时候呢 写儿子的儿 要写这个儿子的儿 简体的儿比较简单 只要写这个样子就可以 那接下来呢 有读,有图,有例子,有繁体 还有你可以练习怎么写儿子的儿 所以你按练习的时候呢 会出现这一个 这个叫描写练习 按一下描写练习 就出现毛笔 你就可以写儿子的儿 写完,可以把它插掉 还可以听一次儿子的儿怎么读 儿,儿 好,你就可以把它关掉 那看你不认识哪一个字 就可以练习